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们把这种白玉菇买回来 你就像我这样做 做法非常简单 好吃又下饭 而且还不需要那么多调料 你在家就能轻轻松松地做出饭店大厨的味道 首先炒白玉菇千万不要直接下锅炒 一定要焯水 这样不仅能去除它的草腥味 还能使口感吃上去更加滑嫩 游热下入五花肉 开小火慢慢地翻炒 炒至两面微微的花黄 加姜蒜 继续地翻炒 把它的香味给炒出来 我每天都跟你们分享做菜的小技巧 麻烦你够点个小红心 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然后倒入白玉菇 有条件的可以放点青红椒配色 调味你只需要倒入一小包 这个加长再调少酱 这个酱是大厨跟你比例调制好的 它可以炒很多种加长小小菜 不管是炒肉丝 炒牛肉 还炒猪肝 都非常好吃入味 一袋里面是两小包 一小包就可以炒一份 其他的任何调料 你都不需要放了 将它快速地翻炒两分钟 就能出锅 是不是很简单 你也赶紧收藏 做起来吧